各位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盤高手 我是高憲榮 您現在收看的節目 是我們在1月26號 跟大家所做的專業台股報告 提供大家最專業的解盤分析 希望對您的操作能夠有所幫助 也期待能夠跟您一起来 政府國海共創雙贏 好那這兩天 憲榮老師因為喉嚨稍微不舒服 有些感冒症狀 所以在昨天沒有能夠來節目當中 跟大家來做解盤 那今天這幾天也會全程戴著口罩 來保護一下我們攝影棚裡的工作同仁 那目前這個疫情 還是一個緊張的狀況之下 我們當然要用最高標準 來這地方防範這個疫情的發生 好那接下來的行情 當然台北股市最近從衝高到上個禮拜 16000多點之後突然急速反手下殺 上個禮拜最高來到16238 突然連跌三天 今天指數更是盤中一度中挫300多點 最低來到15589 已經這樣急速拉回 跌了500多點 那到底這個行情有要緊嗎 拉回來是應該找買點 還是該怎麼去操作 待會我們都會根據大盤的部分 來跟大家做一個詳盡說明 節目一開始我們還是先按照慣例 來跟大家報告一下 憲榮老師今天給會員朋友操作建議的內容 那這兩天其實盤勢都是屬於一個劇烈震盪的局勢 像昨天1月25號標準的來回劇烈震盪 上衝下去一下子急殺跌100多點 一下子又拉回平盤 一下子又殺下去100多點 這種屬於標準的多空雙八盤的一個結構 其實貿然出手都是風險偏大 都什麼叫多空雙八盤 就像昨天像今天對不對 昨天指數是開低 先急殺100多點 你覺得是個弱勢盤去空 又反彈回平盤 很容易被掃到停損才殺下去 那你去做多 當然逆勢操作又容易賠錢 那其實今天盤勢也都是類似狀況 1月26號 這兩天盤勢都是劇烈上衝下行 操作難度都比較高 再加上這兩天有部分的個股 因為除全息的因素 暫停這地方現沖先賣 例如說中美金 還記得上次我們操作中美金 利多劍報當時大家看好說 這個中美金的獲利 去年賺了一個股本 今年會持續成長 發現台積電拉高指數的時候 大戶在趁機出貨 轉弱訊號出來 所以我們那天 建議大家先賣後買 那天是一口氣 172.5賣的 殺下去167回補 5塊半的價差放在口袋裡 很多人一天6張就做個3萬3 那今天本來這地方中美金 有類似的一個現象 前天拉了一根紅棒 隔天大戶開始在反手出貨 一早又發現 在拉高上來 大戶又在出貨跡象 那只是為什麼沒有帶會員朋友去操作呢 就是因為有部分的個股像中美金 這兩天在除息 那我們證交所跟貴買中心的規定就是 碰到除全息前後 這幾天 當衝要先買是暫停的 這種狀況沒有能夠來個出手 也這個比較難找到其他符合條件 對一個個股足夠勝算之下來做操作的情況之下 我都說這樣子 寧可我們不要去賺這個錢 不要去貿然出手 冒著那個偏大的風險 當衝作戰就會建議大家 修兵個一天 等待看準的目標 再來做出手 堅持不拿會員朋友的血汗錢去賭博 當然講到這裡 都有很多頭顧老師說 憲榮啊你這樣子太保守了啦 你在節目當中花了這個 那麼多時間就是要做生意 那要做生意 就是要多報一些股票給投資人啊 對不對 然後報了多一些股票 多報個幾支 總有一兩支會中 到時候就可以拿出來表演了 到時候就容易收會員了 當然我也知道 很多頭顧老師的確就是為了多收一些會員 每天都報一大堆的股票出 找什麼就叫會員去追 找什麼就叫會員去追 那這樣子 當然行情好的時候 他們可以收到很多的會員 對不對 自己賺了很多會費 但是每次行情一反轉 甚至行情不用反轉 像最近這種 這個屬於 這個大戶都在做短線的 拉個一根紅棒 賞戶追 追完人家就出 出完就可能套在裡面的 到最後 賺了一堆會員的會費 害了一堆會員 却股票套牢在那裡 這樣可以嗎 好我只能說 這種事 憲榮老師真的做不出來 因為這麼多年來 憲榮老師成立極品操盤團隊 就是希望給市場上立下一個標杆 給投資朋友一個專業用心 重點是有誠心的操盤服務 所以這麼多年來 憲榮老師一直在堅持 保護會員朋友 永遠是我操作的第一要務 而幫助會員朋友 要將獲利放進口袋 則是我們最重要的使命跟責任 所以要保護好會員朋友 當然我們就不能夠 拿會員朋友的血汗權 去做賭博的動作 對不對 寧可這地方保守一點 看準的目標 再來精準出擊 好那就像孫子兵法所說的 奇急如風奇徐如林 侵略如火不動如山 南枝如陰動如雷震 古事如戰場 對不對 沒有好的機會 沒有足夠的勝算 我們就不動如山 奇徐如林 不要急 對不對 但是讓我們看準的機會 我們就要侵略如火 奇急如風 對不對 中美金上次就是這樣 五塊半價差 不只 還包括像元巷 也是看到利多劍報 當時台積電拉高指數的時候 各股的大戶又在拉高出貨 轉落訊號出來先賣後買 203.5跟著我賣的 殺下去198.5買回 又是五塊紅包 有這樣的機會 我們就奇 這個奇急如風 侵略如火 該公我們就全力公 五張又是25000可以攤起來 甚至像1月13號我們做文貌 對不對 大戶洗完盤 開始要進貨了 轉牆訊號出來了 建立大家先買後賣 找盤398跟著我買 拉高上去 一小時不到 415賣出 一口氣17塊大紅包 會員朋友一起來發大財 三張5萬億 對不對 就是有這樣的機會 我們就會積極來做出手 當然不可能說穩賺不賠 天天都賺 但是你看到憲龍老師 就是這樣的一個精神 看準的目標 再來精準出擊之下 這個月目前當空戰機累計 五勝二負四合 每一筆我都在節目當中 誠實報告過 有賺的沒賺到 甚至像這個上個禮拜五 原相我們停損賠個兩塊的 我們都誠實講 就是這樣子 盈虧相提之後 目前五勝二負四合 盈虧相提 賺的扣掉賠的之後 累積投票率來到10.9% 真的假設每一黨 用一百萬上下來做操作 一個月下來 要幫自己加薪個五位數 甚至六位數 不是不可能夢想 這個部分就是我們在 堅持看準的目標 才出手的條件之下 繼續的來幫助投資朋友 當然這個部分 如果說認同憲龍老師 理念的投資朋友 都歡迎大家 在接下來的行情當中 跟好我們的腳步 好回過頭來 來談到這個盤勢了 那大盤指數為什麼這地方 突然高檔 這個急速反轉下殺 一口氣就殺了這個 五百頂下來呢 當然最重要一檔股票是誰 指數現在有三成的一個權重 都在台積電的身上 對不對 那台積電為什麼上個禮拜 還漲到六百七十九塊 一堆外資調高目標價 甚至有涵到一千一了 反而現在股價反手下殺 今天跌到六百一下來 這個部分 其實上個禮拜 憲龍老師都跟大家提醒過 當最近的消息面 台積電力多不斷 那法說前先漲一波 法說之後再漲個兩三天 本來就容易力多出境 那最重要的是 當外資報告目標 現在喊到一千一的時候 我常常講一句話 重點不是外資怎麼說 而是外資在怎麼做 那你有沒有注意到 當外資報告目標 喊到一千一的時候 上個禮拜我提醒過大家 散戶大軍聽到這裡 哇 偏偏往前衝 有用融資買的 有用當衝買的 有去買所謂ETF的 那結果散戶大軍 在一窩蜂搶進的時候 外資叫大家往前衝 目標一千一 自己卻偷偷的向後轉落跑 最近已經賣了這個多少 賣了十幾萬張台積電出來了 這個本來就很容易 短線拉高之後 力多出境反轉下來 那再來當然很多人說 可是台積電現在資本支出 擴大到250到280 就是要迎接台積電的肥單 但是我也問問大家 如果其實我覺得沒有接到台積電的訂單 未嘗不是壞事 反而接到了 如果是接到台積電的大訂單 真的是大補完嗎 還是糖衣毒藥 這一點要想清楚 我認為反而如果真的 台積電為了接 Intel的訂單 大幅度的擴增資本支出 擴充產能 到最後反而吃下去的是糖衣毒藥 為什麼要這麼說 我們這邊這樣好了 台積電 這個Intel 跟台積電現在其他的客戶 包括高通 聯發科 AMD 超微 AMD超微 還有這個NVIDIA 還有蘋果 最大的差別在哪裡 在於台積電 現在的這些客戶 都沒有自己的晶圓代工廠 都沒有自己的晶圓製造廠 對不對 所以當他們設計出來晶片之後 都會去找台積電 這些晶圓代工廠 幫他來生產晶圓 然後切根成晶片 那可是Intel完全不一樣 Intel它有自己的這個晶圓部門 晶圓製造部門 對不對 那現在是因為什麼 因為可能高階製程的部分 良率拉不上來 追不上台積電 所以考慮找台積電合作 那如果說 訂單這時候下給台積電 台積電也因此 大幅度擴充資本支出了 擴充產能了 等到哪天Intel的 高階製程技術拉高上來 良率追上來了 會不會突然就把訂單全部收走啊 去想一想 其實幾年前 我們的面板雙虎 跟這個韓國的Samsung LG 實力差不多的 可是當年面板雙虎 為什麼後來這幾年越賠越多 跟這也有很大關係啊 因為差別在我們的面板雙虎 自己沒有生產電視 人家Samsung呢 自己有生產電視 LG有生產電視 那也有面板 所以當面板的供需吃緊 面板供給不足的時候 他就下單給友達 下單給群創 叫群創友達趕快去擴充產 對不對 那群創很高興 接到Samsung的訂單 接到LG的訂單 結果呢 等到面板供過於求 價格下來的時候 人家自己有自己的面板廠要養啊 訂單就下給自己啊 對不對 然後就把友達群創的訂單收回來 友達群創到時候供這個產能量大幅度下滑 反而之前賺到的錢不夠賠 面板雙虎就這樣越虧越多 那幾年就是這樣來了 那同樣的狀況 會不會發生在台積電 如果去接所謂Intel的肥單 這一點去想清楚 所以我才說 如果真的去接Intel的肥單 你不要以為真的就是大不完 短線上當然是有幫助 但長期來看 反而有可能是吞了一個 裹了糖衣的毒藥 這一點先提醒大家啦 那短期當然台積電目前來看 就算沒有Intel的肥單 我也這麼說 都還是一個長線 長多格局不變 那只是目前這地方 散戶搶進的時候 外資已經在偷偷向後轉落跑 所以就很容易就像我之前所說的 法說完短中期開始回檔 短的話10% 中期回檔的話20%都有可能 這個部分要去注意 那當然台積電拉回你說沒關係 我覺得台積電長多格局不變 還會繼續漲 那是台積電 你說它帶動指數繼續創新高 可是你要再思考一次 那每次行情漲上來 拉回之後 台積電再帶著指數漲 那所有股票都會跟上去嗎 不是啊 對不對 去想想 去年大盤第二季一波拉高上來 那到了七月份的時候 漲到一萬三左右 整理整理又創新高 可是去年第二季最紅的生技防疫股 多少老師在喊進的 例如說瑞基那時候漲到多少 四百多塊 對不對 大盤指數它收在哪裡 在一萬三 來看一下底下是價權指數 後來呢 指數又從一萬三 繼續的漲 漲到一萬六 那瑞基啦 對不對 ABC啊 恒大啊 股價呢 都是反而腰斬 然後到了第三季 指數又漲到一萬四千多點 一堆人在追逐居家上班概念股 然後指數後來這一萬三 又漲上來漲到一萬六 可是像元漲 像元鋼 股價呢 反而在接下來又腰斬了 又高點不再來 包括了去年第四季 指數又繼續漲了 一堆人在追逐 風力發電 拜登概念股 對不對 結果指數又繼續漲了 最多人追逐的股票 高點又不再來 所以這就是我跟大家提醒過的 那現在這個行情 就算指數能夠拉高台積 台積電能夠繼續拉高指數 再創新高 投資朋友在這裡 都很容易怎樣 賺指數 賠價差 因為現在這個盤面 你會發現到 內資也好 外資也好 其實都是短線隔日充大戶 在掌控盤勢 今天拉個紅棒 吸引散戶搶進 然後隔天就出 造成最後 一追又到勞 最後甚至就像過去的防疫股 過去的居家上半概念股 過去的風力發電股一樣 賺指數賠價差 最近又來了 對不對 金利科 這裡拉一根紅棒 哇大量突破 很多人就去追 追完大戶反手就出 出完連殺兩天 一堆人又到勞 對不對 像雍智 你看這裡一根大量突破 很多人說這叫做標準的攻擊 隔天就去追 追完大戶就出 出完你看到又反手連殺兩天 又套了一堆人 包括中美金 上禮拜五也是一根紅棒 對不對 為什麼我說今天我想空它 不就是大戶人家 拉高上來就出 出完就開始反手殺嗎 所以你看到很多股票 就是這樣子的情況 造成投資朋友 在指數這個高檔 買股票賺錢難 爆波段賺錢難 風險還很大 最後賺的指數賠在價差 最後是看起來 沒法天賺金台 一追就套牢 那怎麼辦 所以我才會跟大家講 現在最好的操作策略 就是我們的快打當衝 因為我們的快打當衝作戰是 盤中滿手 賺了就走 有賺沒賺 盤後一定空手 讓你能夠真正的高枕無憂 對不對 不敢說沒有風險 但是幫你把風險降到最低了 因為我們的當衝是 盤中滿手 不用擔心錯視行情 有賺錢機會 我們還是要把握 但是我們不是盲目的 每天在那邊衝來衝去 最高殺低 看準的目標 再來精準出擊 重點是盤後一定保持空手 所以就不用害怕 美股現在大漲隨時可能也大跌 讓你能夠顧好生活品質 賺得到錢睡覺又睡得安安穩穩 快進快出之下 受到大盤趨勢影響會非常的低 操作又靈活 因為我們隨時可以先買 也隨時可以先賣 重點是幫你把風險降到最低了 因為盤後都是空手 盤後空手 讓你不會補票包在那裡 行情反轉下去 越套越深 越賠越多 最後變成長期套牢了 不會 也不用擔心放空 這個會不會被主力發現 融捐達不到增加 故意要嘎我們 會不會在三四月 融捐要強制回補之前 拉高上去 然後最後會被強制回補在高檔 都不會 所以我們幫你把風險降到最低了 資金靈活運用 錢還可以放在別的地方 升更多利息之下 天天掌握賺錢機會 來累積財富 當然對大部分投資人來講 如果沒時間看盤 或是看了半天 追高殺低 白忙一場 甚至倒賠的 我們知道 你真的需要我們幫忙 所以我們重新邀請你來加入 由我憲榮老師 親自帶領的幾品操盤團隊 每天按照專業操盤SOP 觀察好盤勢 決定多空之後 找到符合條件的個股 確認轉折時 才會果斷出手 遵守機率 理性操作 絕不這地方 拿會員朋友的血汗權去賭婆 有攻擊機會 像我們之前操作 側用電動車幹練股胡連 對不對 大戶在這邊 洗完盤積極進貨 轉牆訊號出來 建議大家先買後賣 兩塊半到三塊價差 穩穩的放在口袋裡 一百萬做個十張 一天就是幫自己加薪個兩萬五到三萬 對不對 穩帽 這也是電動車概念股 甚至一口氣 就是十七塊大紅包 放在口袋裡來 一百萬做個三張就好 五萬一 一天幫自己加薪個五萬多 對不對 整理盤 我們採用短空模式 預測拉回時 先賣後賣 像中美金 利多先報 大戶趁機出貨 轉弱訊號出來 被我們發現 一七二點五建議大家賣出 一六七建議大家買回 五塊半價差 開看信心放在口袋裡 一百萬做六張的 那一天就是加薪個三萬三 原相也是一樣 先賣後買 五塊紅包五張兩萬五 就是這樣子 如果沒有好的機會 今天我們就修兵 堅持不拿會員朋友的血汗錢去賭博 就是這樣子穩紮穩打之下 這個月當沖戰機 目前五勝二負四合 繼續穩紮穩打 堅持不說謊 不騙人 稱勢報告每一筆操作 只求認同憲榮老師理念的 當緣分到了的時候 一起來找我們 一起征服股海 共創雙贏 這個部分 都歡迎大家 想把握的休息時間 歡迎大家來跟我們做聯絡 第二階段 馬上再回來 運達投顧 極品操盤團隊 由河老師親自帶領 專業用心重誠性 提供給您最用心的解盤分析 最前瞻的產業觀點 參與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運達投顧 嘎老師 極品操盤團隊 入會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現時來電入會 讓您輕鬆享有最專業的操盤服務 運達投顧 好看能在家啦 即日起升裝 運達投顧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時間 看到民視為您 及時解盤 有機會得到標課訊息 還有產業最新訊息 立刻搜尋 運達投顧APP 貨電0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大家好 歡迎回到第二階段的節目現場 還記得上個禮拜指數漲高 到這個16195高點的時候 提醒過大家 這時候指數那一天開低拉高 大漲300多點 K線形態出現最後吞石頂 雙人殉情 這個價量關係 又出現高檔的價漲量縮 5日均量跌破了10日均量 量的趨勢在轉弱 其實看得懂K線 看得懂價量的 都會知道那天指數拉高完 小心短線又會再度的拉回 那目前連跌三天下來 當然原則上 明天我也認為會反彈 但是我還是提醒 畢竟台北股市 處在目前史上 最邪惡的第五波 高點漲到哪裡 我們雖然不預設立場 但是借省之急 絕對不可以錯喪失 因為現在是這個地方 史上最邪惡的第五波 也是史上最大的一個 資金泡沫 那所謂的泡沫 是越吹越大 越吹越大 不破所以一旦破滅 都可能最後是結局是 雪崩是下跌啊 所以你要等到 哇那種雪崩是下跌了 才來砍股票嗎 可能已經傷痕累累重傷了 當然不行 所以在這個時刻 我會提醒大家 最好的操作策略 就是我們的快打當衝 作戰計畫 盤中滿手 盤後空手 這地方 才是你最好的操作策略 那憲榮老師 就是這樣子帶著會員朋友 採取快打當衝的方式 每天早上會提供大家 最多兩檔當衝股給會員 清楚的告訴大家 今天要先買還是要先賣 清楚的提供進場價 預設停損獲利目標 沒時間看盤的 老師幫你看 到了價位通知您 沒有到價需要修正 無論如何 當天進一定當天出 絕對不做all down的動作 就是這樣的原則操作 對不對 有攻擊機會 像文貌 那一天這地方開高 一度拉回洗盤又空 發現大戶洗完盤 再度進貨 轉牆訊號出來 建立會員朋友先買後賣 對不對 一早9點33分 建立大家398.5以下 396.5之間買進 你看最低來到396.5 所以成交平均398之後 拉高上去 最高這地方 哇漲到多少 漲到這個420左右了 那我們415買出嘛 17塊大紅包 開開心心 三張就是晚一躺起來 整理盤像原相 那天利多肩爆 大戶趁著台積電 拉高指數 出貨訊號出現 轉弱訊號出來 先賣後買 早盤賣在203.5 殺下去198.5買回 一口氣就是5塊紅包 5張就是有機會 防自己加薪個2萬5 就是這樣的方式 雖然不能夠保證你 天天都賺 但我也給你別人 沒有的四大保證 第一個 跟著我做當衝 當天進當天出 第二個 每天最多只會有兩檔當衝股 平常一檔 第三個 每個會員收到當衝股 都會是相同股票 第四個節目當中 秀的當衝股 跟會員收到如果不一樣 老師賠償100萬 永遠退出股市 最高標準 百分之百的人格誠信 不要贈給你 歡迎大家認同 憲榮老師理念的 來指名加入 由我憲榮老師 親自帶領的極品操盤團隊 讓我們一起來 征服股海 共創雙贏 本投股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